就是我们有现代的这个技术能够把它好多的 比如说抗寒性的基因的 然后抗水发芽的 还有后期的抗高温的 这一次好多油的形状都集合起来了 实际上它也解决了粮食产量的生产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早到如果这个品质不好 收益下降 农民就不种 不种的话 总产量就下降了 因为它不种双季岛 它就种一季岛 比如说中道和晚道 如果我们现在早到也很好的话 会有更多的农户 它就愿意种双季岛 那从整体上来说 会增加国家的大米的这个产量 所以它既是解决了吃的好的这个问题 同时它也是解决了这个产量的问题 就是中产的增加